機場航廈裡頭一群旅客排排站 大包小包托行李箱準備通關登機 有些民眾臉上表情不耐煩 有些人則是鬆一口氣 只是為了回台灣 整個過程卻一波三折 越講越折的荒謬 氣到要直接去求償 原來有一群台灣旅客 趁過年期間出國搭乘庫航班機 原定29號晚上10點多 就會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起飛 到新加坡之後 再轉30號凌晨1點的班機回台灣 結果大延誤 到新加坡的時候已經快凌晨2點了 回台班機早就起飛 被丟包在新加坡機場 庫航櫃台人員又已經下班 其中一人打遠洋電話求助 搞了20多分鐘 只有他拿到新的登機資料 其他7人都沒有 之後不斷的溝通等待 又花超過12小時 才終於在30號晚上抵達桃園機場 旅客最生氣的是處理流程太繁瑣 不斷轉來轉去 處理又慢半拍 第一時間沒有得到明確的解釋 雖然航空公司還是安排班機 讓他們平安回家 但是旅程的據點遇上這種事情 開工上班趕不上得要請假 實在是不完美收場 TVBS新聞林志偉黃凱信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